真没想到啊 严习来平日不声不响的 这下着实有魄力啊 三千六百两 看来他身家倒是厚 这时结局已出 庆春楼内的人进散了 出来的人都一脸不可思议的道 哼 他身家当然厚了 易厚生怎么发家的知道吗 是北地的金矿 而这金矿是他们几个结义兄弟共有的 易厚生又不是罗九一个人的 严习来身家比不上罗九 那是因为一直以来 罗九得到张大人和七大人的支持 所以才力压其他人一头 一些人道 听着这些真娘不由的皱眉头 一直以来 严习来可不是这种能一致千金的人 他今日这突然的举动 总是让人有些猜不透用意 难道真是迷上了柳苏苏 这时 罗文谦和李家兄弟一起出来了 真娘看到罗文谦拧着眉头 不由地问道 罗大哥 严大掌柜的这是 合作了这么多年 一直很愉快 只是近年来 他的心气越来越高了 罗文谦面无表情地道 怎么了 真娘问 刚刚接到的消息 张大人已于昨天去世了 罗文谦道 近年来 随着义后生的生意越来越大 严习来已经有些不满于 仅做义后生的大掌柜了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 人心本来就是这样 只是 罗文谦没想到 严习来跳得这么快 时机还抓得这么好 如今的知府 是张思维的人 知府夫人 正是张思维的七族姐妹 张居正去世后 从朝中势力来看 顶上来的人 就是小张大人 严习来借着这个机会 取得知府夫人的好感 下手可是又快又准啊 而真娘这时 却有一种靴子落地的感觉 张居正走 罗文谦的靠山倒了 想来暴风雨不远了 此时原来的晴空 突然就要不下 几道紫金闪电 在空中划过 然后是轰隆隆的雷声 又要下雨了 江南的水灾 山西的旱灾 多个地方地震 杭州的冰变 如此 大明早已是多事之秋 窦大的雨珠砸下时 罗文谦护着真娘 上了马车 有时莫刻 天空中紫金闪电 还不时划过 此时整个街道 早已没了人影 不过路边青楼的灯 还通亮着 只是叫风一吹 被雨一打 再映得街面上青石楼上的水洼 更显得有一种光怪陆离的景致 此时轩然然的阎西来 从庆春楼里出来 几滴雨珠扑面而来 打在她的脸上 沁冷沁冷的 一边的长髓 连忙撑着油纸伞 给严大掌柜挡着雨水 只是 却被阎西来拨开 阎西来不管不顾地 冲到雨幕之中 更是抬起头来 让雨丝 飘洒在她的脸上 虽然 有一丝冷静 但却能让人清醒的同时 也让人兴奋 不错 阎西来此刻是兴奋的 同时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在南京打拼这么多年 雨后生每一点每一滴 都少不掉她的心血 可凭什么人前风光的 就是罗九 凭什么说起雨后生 就是罗九的 这些年来 罗九是做了不少的事情 可她却是拿着 雨后生的利润 给她自己赚的名声 到处修桥铺路 到处撒钱 这完全是康他人之楷 却为她自己赚足了名声 罗大善人 凭什么 她相信 由她来掌管整个雨后生 绝对做得比她罗九好 她不用像如今这个钱庄大掌柜似的 总低她一头 这个想法 这几年在她的脑海里 盘踞了很久 而且她也知道 在北地的几个大哥 对于这些年来 罗九老是向朝廷和地方捐资 这种事情 也是颇有怨言的 大家都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时机 而今天 当她接到张居正去世的消息 她就看到了机会 那罗九能做这个义后生的头 还不就是因为 有七帅和张大人支持吗 如今张大人一顾 七帅那里怕是要自顾不暇了 那么 他的机会来了 只要他能跟张四伟搭上关系 也许都不用跟张四伟 就跟现在的知府大人 和知府夫人搭上关系 那么 等于他的背后 就有了相当于 罗九身后那样的靠山 到时 义后生 就该是他说话了吧 这 便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吧 沿西来世越想就越兴奋 再加上 刚才宴席上 素手把斩 红袖银香 巧笑嫣然 若是不顾忌着形象的话 此刻甚至想大喊几声 只觉人生至此 方不负此生 雨越来越大了 大掌柜的 雨下大了 快走吧 一边的长随又把伞伸过来 大掌柜的实在是喝多了 好 走 沿西来这时 外衣已叫雨淋透了 便没了张狂的心思 于是 同长随一起朝着家里 快步走去 夜深了 没处叫车 呸 你还回来干什么 三千六百两的初十九 你便是吃到死也吃不完呢 没想到刚一进门 沿西来就被愤怒的盐娘子 喷得一头脸的唾沫 你疯了不成 你在说什么呀 沿西来摸了脸上的唾沫 气得一脸铁青 怎么 你都能做 你还不让我说啊 盐娘子两眼赤红的倒 盐大掌柜花三千六百两银子 吃出诗宴这事情已经在关街一带 传得沸沸扬扬了 是啊 我也想问问 四哥 你今日此举到底为什么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会为女人一掷千金的人 就在这时 从屋里又走出一个人 正是义后生货行那边的掌柜萧七 挤兄弟中的老六 而罗文谦排行老五 道于罗九 是罗文谦原来族里的排名 原来是老六来了 屋里说吧 盐西来点点头 随后也没理会 在那里哭闹的盐娘子 就先一步进屋 萧綦脸色很不好的 跟着进去 进的屋里 盐西来让下人上了茶水 请萧綦坐下 她自己去换了身衣服 然后喝了一杯热茶下肚 才冲着萧綦道 那你认为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想夺了五哥的位置 萧綦长着货行那一摊子是 字也是个精明的 一接到张居正去世的消息 再听到四哥的所为 便知四哥在打什么主意 这样不好吗 盐西来戳了口茶水 反问萧綦 四哥 做人不能这么过河拆桥的 当初我们在金矿 除了挖金又懂什么 就算是挖出了金矿 还不是被那些的金梅子 吃掉大半 是五哥 他冒死闹军营 才能以半个金矿 拉了七帅做靠审 咱们才能安安稳稳的 吃挖金的饭 要不然 咱们这会儿 尸骨以寒都不一定 萧綦这话 可不是空口白说的 这挖金的 有几个能得善终 这时 萧綦继续道 再到南京 到开禁 到护士 哪一样不是五哥 绞尽脑汁的 一口口啃下来的 如此才有一后生 大好的局面 你凭什么想夺他的位置 一后生大当家 这个位置 你坐得下吗 萧綦几乎是吼的 我凭什么坐不下 你倒是说说 一后生这些年 里里外外的 哪样不经过我的手 哪样不是由我来打理 不错 一后生的局面 是老五开创的 可这些年 他败的还少啊 他罗大善人的名声 从哪里来的 颜希来气愤的道 什么叫败 五哥所作所为 那都是清清楚楚的 树大招风 一后生现在就是根大树 五哥败了钱财 得了善名 那同样也是 一后生的护身符 你之前不也败了 三千六百两 怎么说 黄七瞪着颜希来道 颜希来叫萧綦这话 倒是堵了嘴 随后才叹了口气 唉 老六 也不是我一定要这么干 实在是 一后生老五 涨了十多年了 最近这几年 生意越来越大 大家分的利润 却是越来越少了 老大他们不放心了 这是老大他们 给我的信 你看看吧 颜希来说着 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给萧綦看 萧綦狐疑地接过 抽出信一看 脸色就沉了 信上居然是让颜希来 查清罗酒的账目往来 必要时取而代之 你们这些人 萧綦脸色很不好看 其实他明白 主要问题还是出在颜希来身上 大哥他们在北地又不晓得这边的情况 自然是颜希来怎么说怎么是 总之 四哥这些年心变大了 变野了 只是他最小 也管不得别人 其实六弟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义后生好 要知道 张居正死了 有多少人盯着义后生 想把义后生给拆了呢 罗酒是死脑筋 吊死在张居正一棵树上 于义后生 无异 颜希来又解释一句 那你觉得这样就好吗 义后生 义气厚道 生生不息 义气为定 如今张大人刚刚艳气不久 你就在这里另投他人 哼 只希望你能撑得住义后生的招牌 萧七说着 将信一丢 转身就走 事情 他左右不了 颜希来一脸难看的捡起信 看着萧七出去 只要有这么封信 他相信老六就算不支持他 也不会坏他的事情 毕竟 老六是大哥从雪里救回来的 事业 大雨倾盆 又不知道要淹没多少良田和民宅 一声惊雷乍起 真娘便从床上惊跳起来 他这也是才刚刚迷眼 严希来的事情 他倒是无所谓 只是张居正 终于去世的事情 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转 因此 此时子时已过 他也才刚刚的眯眼 没想雷声又起 他担心林哥和玉姐 便披衣起床 点着了油灯 然后一手揪着衣襟 一手掌着灯 出了屋 进了林哥和玉姐的屋子 林哥睡觉老实得很 倒没什么 只是玉姐 被子被他掀了一半 露出小胳膊小腿 这丫头 就没一刻安宁的 真娘轻轻地嘀咕了句 然后帮玉姐盖好 又看了看窗户 窗户都是紧闭的 玉姐睡得也沉 这才放心回屋里 到的屋里 却看罗文谦 也已经披衣坐在桌边 灯烛亮着 屋里飘着淡淡的墨香 桌前摊着纸 罗文谦握着笔 正在写着什么 真娘走到罗文谦身边 看着 却是免去 阎熙来 义后生大掌柜的文书 罗大哥 不要这么做 以不变应万变得好 真娘 依在罗文谦的肩上 一只手 轻轻地按在那纸上 轻声细语地道 为什么 非常时期 当用重点 罗文谦拉了真娘 坐下道 她今天是很恼火 但她恼火的 并不是 阎熙来的野心 和越界行为 人有野心 这是人性 真说起来 无可厚非 所以真正让 罗文谦气恼的 是阎熙来的 不顾大局 不懂分寸 要知道 张居正一死 义后生的保护伞就没了 这时候正是乱局之时 义后生正该同心协力 共同渡过这一难关 要知道 他经营义后生这么多年 这些年又砸了这么多的银子 那盘大的关系网 又岂是张居正一死 就能动摇的 所以 只要同心协力 渡过难关 并不难 反倒是阎熙来这时候 迫不及待的另找靠山 才是最不靠谱的 别说什么投靠张思维 义后生身上鲜明的张居正烙印 便是投靠谁都洗不掉的 阎熙来做了大掌柜这么些年 居然还看不清这一点 着实让他失望 义后生这时候 投靠张思维 最大的可能 就是成为别人的盘中肉 所以 乱局用重点 他必须把阎熙来拿下 罗大哥 你有没有想过 阎大掌柜的敢这么做 依仗是什么 真娘盯着罗文谦的眼睛问 罗文谦回看着真娘 眉头紧锁 那手无意识地紧紧握住真娘的手 握得真娘发疼 你是说 颜熙来是得到老大他们支持的 我不敢肯定 但这一点 你明日不妨看萧七兄弟的反应 若没有老大他们的支持 以萧七兄弟的为人 必然会同阎大掌柜反目 若是有老大他们的支持 萧七兄弟 必然远顿 逃避这一切 真娘道 好 且看看 罗文谦一脸平静地点头 心里 却是上下翻腾 而真娘却是另有心思 罗大哥要借此次机会跳出意后生这局 也未尝不是好事 跳出局外 方能掌控全局 一夜无话 一夜大雨冲刷着街道 地上的青石板光洁如镜 天空透着如喜一般的清新 河堤边的柳树叶带着雨珠 在晨曦之中盈盈生辉 真娘一大早起床 自是先照顾了林哥去学堂 玉姐又在满院子里撒花 罗文谦一身天青长衫 头上戴着圆外帽 正准备出门 门外 罗平安已经备好了马车 就在门口等着 真娘送罗文谦出门 案里却是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 一切都要淡定 罗文谦自晓得真娘的担心 反握了真娘的手 细细地揉摸了几下 真娘的手因为常年至末 不若别的女人那么柔软 带着一点点沙力的感觉 却不知为何格外的暖人心 这一双手 营造出的生活质感 更让人格外感到踏实 好一会儿 罗文谦放开真娘的手 然后上了马车 朝着真娘挥了挥手 便直奔义后生前庄 清晨 义后生前庄刚刚开门 几个伙计在扫着门口的落叶 都是叫一夜的雨 给打落下来的 此时 因着太阳已经升起 气温便也逐渐地升高 树上的知了 怕别人忽略了他们似的 等不及正午 就开始知撩知撩地叫了起来 不过声音并不历节 反而带着一种韵律 给沉间的官街 平添了一丝生活的滋味 三三两两喝早茶的东家 便聚在一起 商量着如今什么货好销 哪里又出了什么事情 又或者哪个老不休的东西 老房子着火 六十多岁的人 居然纳了一房十八岁的小妾 也不想那身子骨 吃不吃的销 当然 如此一聊 自有聊到了 严大掌柜三千六百两银子 买庆春楼心计出师宴的大手笔 并一个个感叹着 严熙来昨夜定是享受了美人恩 当然 他们却是不晓得 严熙来昨夜 却也是一夜无眠 对于罗文谦 常年积累下来主事的威严 其实严熙来也是颇有压力的 只是越有压力 他就越要挣脱 他知道 一会儿 罗九就要来了 而对于罗九的精明 他相信罗九一定会明白 他昨日行为 那背后的意思 那么 罗九会怎么应对呢 夺了他的职 他觉得 这个可能性很大 所以 一大早的 他就把北地老大寄来的信 揣在怀里 有老大这封信 罗九便不敢动他 当年 罗九只身来北地 那也是得老大收留 要不然 罗九现在 还有没有命 都得两说 想着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战端已经起了 他没道理再退缩 想着 他重重地吞了一口口水 倒像是一个斗士一样 迎接着暴风雨的来临 就在这时 罗九的马车 停在了门口 胳膊下 夹着帐侧的罗九 进了一口声 罗平安自把马车 赶到了一口声的后面 打了一起马来 钱庄的纷争 与他无关 我 我 你 你 我